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二宣布,在西非洲使用未经临床验证的抗爱博拉病毒药物不违反道德标准,只要这些药物符合一定标准。 在与世界各地的专家进行电话会议之后,世卫组织宣布使用实验性药物和疫苗来抗击目前的爱博拉疫情,合情合理,但是回避了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哪些人应该得到这些有限的药物。 世卫组织助理总干事玛丽·鲍尔·基尼在日内瓦告诉记者, 与会专家们说,大的标准是是否使用这些药物的主导因素。 我认为在分配像ZMAP这种数量非常少的药物时,是无法做到公平的。 这种名为ZMAP的实验药物已被用来医治两名美国人和一名据报道死于爱博拉病毒的西班牙牧师。 这种药物从未经过临床实验。 绝大多数感染爱博拉病毒的人为非洲人,一些非洲人已经对他们无法获得这种新药,表示抗议。 世界卫生组织说,西非的爱博拉疫情目前已导致1013人死亡, 有关当局已有1848例疑似或确诊病例记录在案。 这种致死病毒传播的途径是直接接触感染者的血液、腹泻物、呕吐物以及其他体液。 爱博拉病毒今年3月份在几内亚被发现,之后疫情蔓延至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 尼日利亚很有可能也爆发了疫情。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